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讲一个小笑话 比如有个人急冲冲的跑过来告诉你 你的先生跟闺蜜一起掉在水里面 那你先救哪一个呢 答案不是谁不会游泳先救哪一个 你至少应该先思索一下 为什么他们俩同时掉在水里 故事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或许你一个都不想救了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你跟问题界定的一个重要性 遇到问题呢不能马上出招 而是先要发现问题背后的问题 你还记得我在发刊词里面提到的 写字楼电梯漫需要漫长等候的一个案例吗 仔细思考一下 电梯漫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它只是一个症状 电梯漫导致的业主等候时间长 才是表象背后真正的问题 所以写字楼的一个物业主呢 大可不必更换电梯 只要在电梯旁边放一个镜子 或放一个分纵广告屏 就可以降低业主等候时间长造成的一个焦虑 管理巨匠彼得德鲁克曾说 没有什么比正确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加危险 要找到正确的问题 你就要清晰的界定什么才是根本问题 否则再正确的解决方案都是无效的 都是对资源的一个巨大的浪费 所以解决问题以前先要发现问题 而要发现问题就要从根问题的界定开始 而提问正是根问题界定最关键的一个方法 分享你一个狮子头引发的案例 有一次我去交大连锁EMBA班授课 有个学员是淮阳篡的一个传人 在扬州开了数家餐饮的连锁 主要是以卖师之头为核心的一个餐饮产品 在我准备讲解跟问题界定这个知识点以前 我邀请他上台和我互动 我叫他小李 在15分钟以内 我一共问了他12个问题 促进他自己去找到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 接下来我将与我的伙伴为大家演绎一下当时的对话 小李啊 目前你的联手店中有没有哪一家的餐饮店生意不是很好呢 有啊 那生意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店他不卖十字头 他卖了我一个不熟悉的轻摄影的产品 那是不是不卖十字头生意就一定不好 卖了十字头生意就一定可以达到理想目标吗 这个我想不一定吧 好 那我接下来还想请教你就是 那卖轻摄品类的这个新店啊 达到月经多少银额就能够让你满意呢 应该要达到至少不亏吧 至少不亏 好 那我就想再想了解一下 你认为这个轻摄店目前这个生意不好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主要我不太懂轻摄类定位的餐饮产品 我只会卖我的十字头 当然你试卖试试都很好 那你如果是说不太懂轻摄类定位的那个餐饮产品 那接下来你打算提升这个店的这个业绩这个方案是什么呢 你想过吗 我打算到外面去找一些懂轻摄类产品的专业团队 来帮我去管理这个店铺 你打算是这样说 因为我的理解的就是任何一个生意呢 它实际上是有四个指标组成的 那么就等于是流量 转换率 客单价和重复购买率 四个指标乘起来呢 实际上就是等于一个店的营业额 我们说生意不好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们把问题缩小一点 那么具体是生意不好 哪个核心指标出问题呢 在这四个指标当中 我想应该是客流量吧 也就是说流量不够 对吧 那流量不够 流量分成新客流量跟老客人流量 你觉得现在主要是哪个流量不够呢 主要是新客流量不够 就是新客人不够多对吧 对 那为什么新客人不够多呢 因为这个店的悬质它有一些问题 它是在一个新开发的商业区里面 附近没有很多的居民 就没有很多的居民 新开发商业区也没有很多的这种公司 对吧 对 好 那如果电子这个悬质有问题 那你觉得改卖四肢头就能够吸引大量的新客吗 这个不一定吧 对啊 那么新客人基本上都是不知道你卖四肢头的 那如果新客路过店铺 但他之前没有指过你四肢头 对吧 所以他凭什么来进电池呢 这个我没有想过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那我想我最后问你个问题就是 如果店铺选址是生意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你店铺选址不对 那么接下来你想请专业的轻车团队就一定能够把这个生意马上业绩提升上去吗 专业的团队他能够解决一个选址的问题吗 这个时候呢 小李呢就开始陷入了沉思 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在整个一个对话的过程中 我并没有给予他一个建议或者答案 但最终这样一个真实的问答效果 引起了在座所有学院的一个深思 根据课后学院的问卷反馈 关于跟问题界定这个知识点 是那一次课程中大家最大的一个收获 结合上面的案例 你应该可以明白 以后当遇到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给予答案和建议 而是先要通过提问的方法 去探索对方问题背后的一个真正的需求 否则大部分的一个对话都是无效的 那问题来了 如何通过提问来发现 问题背后的一个本质问题呢 现在我就教给你 跟问题界定的六个提问方法 我的中文校友刘斌 他在问题界定这个领域 也有积极的一个探索 有一次他推荐我 利用牛二和西蒙所创造的一个问题空间 也就是Problem Space 这个方法来界定问题 在此基础上 我结合自己在教练工作中 和学员互动的一个经验 今天呢 我就分享你跟问题界定的一个方法 我还是用上面那个十字头的一个案例 来帮助你理解 你可以看文字稿的这张图片 如果别人有困惑找你 你不必也不应该马上给予建议 而是可以通过以下六个提问 来启放对方思考 帮助他找到真正的本质问题 那六个提问的第一个提问是 你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关于问题现状的提问 小李有个店铺生意不好 因为这个店铺没有卖小李最擅长的一个十字头 而是卖了他不擅长的一个青色类的一个新品类 具体而言 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每一个小的提问 来了解小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比如这个问题为谁解决呢 比如这个店铺生意不好的问题 是帮店长解决还是帮小李 谁会更关心这个问题呢 你还可以这样问 你能清晰定义关键词吗 比如生意不好具体指什么 生意是指收入还是利润 不好是什么意思 目标又是什么 离目标差多少呢 还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到底是症状还是根本问题呢 生意不好应该只是症状 生意不好背后真正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通过上述的一个案例 你就知道真正的问题其实是选址不对 问题接听的第二个提问叫 你为什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关于问题现状的一个提问 之所以不要马上给他人建议 一个重要原因是 或许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 不值得聊 所以在提出建议以前 你需要判断这个问题 有必要大家坐下来聊吗 判断那个标准 主要是问题的一个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的高低 比如小李的一个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因为他说 否则这个新店铺开着就一直亏钱 第三个提问是 如果问题得以解决 你期待的理想结果是什么 这个提问是指问题的目标状态 提问一定先提问目标 在给出建议前 务必先要和对方针对目标先达成共识 脱离了目标 任何的建议都是无效的 因为目标不同 方法就不同 所以当时我问小李 如果卖了十字头 生意就一定好吗 或轻奢新品类需要卖到多少就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呢 结果小李说 至少先应该不亏什么 那跟问题界定的六个提问的第四个提问是 这个问题可能包括哪些指问题呢 这个提问其实在问问题的一个构成 以及和提问因素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 换一句话说就是问主外目标达成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比如生意不好的因素可以是流量 转化率 客单价 重复购买率低 所以当时我追问小李 到底是哪一个指问题主要影响生意 结果小李说 主要是新客流量不够 我听了以后追问他 为什么新客流量不够呢 关于如何可以发现根因 有很多不同的提问方式 比如两问五个为什么等 这个我将在后面的课程中详细为你讲解 不过这里要提醒你 解决方案一定要和达成目标的核心因素相关 否则方案就没有效果 一句说找不到解决方法 不如说你还没有发现问题的根因 跟问题界定的第五个提问是 你曾经尝试过哪些解决方式 效果如何 其他人或者组织怎么看呢 这个提问是在问问题可能那个解决途径是什么 在上面的例子里 如果没有有力的提问 这个青色店未来可以改卖十字头 或者找一个懂青色的专业团队继续经营 当时我只是在现场问了小李本人 如果是在小李公司里面 我还会问其他的高管和店长 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 因为针对同一个问题 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致的 只有站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一个角度 看问题才会更加客观和全面 跟问题界定的最后一个提问 也就是第六个提问就是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满足哪些运输条件 运输条件分为外部和内部 内部的运输条件往往是指你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资金 人员 时间 业务流程 标准规范 政策支持等等 而外部的运输条件是指法规 政策和专利等 举一个例子 假设增加客流的方法是做广告 但是公司没有钱做广告 这个建议等于白说 或者小李即使找到了懂轻收的一个专业人士 但是对方如果不愿意来扬州工作 或者开价很高 而小李无法承担 那么专家也就不会来扬州 这些都叫约束条件 很多人提出建议的时候 往往不会去思考这个建议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这是不对的 这样的一堆建议都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最后根本做不到 现在来小结一下今天的要点 这节课我用了一个十字头的案例 让你了解到通过提问 就可以帮助你发现真正的本质的问题 也就是界定根本问题 以后遇到同事求助你 请你不要急着回答一个问题 先要通过六个提问的方法 把对方的问题先搞清楚 这六个有力提问将启迪对方自己去寻找答案 而非你直接给予答案 这六个提问是 第一 你需要的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 你为什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 如果问题得以解决 你期待的理想结果是什么 第四 这个问题可能包含哪些指问题 第五 你曾经尝试过哪些解决方法 效果如何 如果换作其他人或者组织 他们会怎么解决呢 最后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满足哪些约束条件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将学习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三步 更应确认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 这节课的本期的一个思考是 如果有一个下属找你 他有个问题需要你解决 比如他说 领导 我想提升本月客户成交率 需要你给我更好的一个折扣优惠 以及促销品 另外需要你给我五万块 做网络广告宣传 你是否可以批诊呢 听了今天的这一节课 你将如何有效跟他沟通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 我都发现fer据 我都发现了 我觉得你跟我说 我们一起去试试 我去试试 试试